你们谁是熊猫王国的卧底 我不是 不是我 也不是我 竟然不承认 看我把你找出来 小雪 你的黑眼圈怎么这么重 我昨天玩了一晚上游戏 没睡好就变成这样了 奇怪 小雪可是好孩子 怎么会通宵玩游戏呢 哼 看我揭穿你 是这样吗 我还是打电话 我问你妈妈吧 小雪 别打 其实 是因为我妈妈生日快到了 我想给妈妈做生日蛋糕 所以在熬夜学习呢 原来是这样 好吧 看来卧底不是你 你出去吧 谢谢老师 太好了 老师竟然相信了 小贝 你怎么变这么胖 我知道 他肯定是熊猫假扮的 你才是假扮的 老师 我真的是小贝 那你怎么变胖了 虽然小贝姐姐 我昨天见你的时候 你还很正常呢 都怪我妈妈 昨天 小贝 快来 妈妈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 蛋糕 巧克力 甜甜圈 都是我喜欢吃的 妈妈 谢谢你 好饱呀 小贝 你怎么把零食都吃光了 哎呀 早知道 就不给你买那么多了 原来是这样 看来你也没问题 出去吧 耶 太高了 老师 你看 我没问题吧 小妹 你的衣服怎么变成黑白色了 你用完 你用完 我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 等洗完就变成这样了 哈哈哈哈 熊妹 你的力气也太大了吧 居然把衣服洗成这样 哼 不要你管 好了 别吵了 看来熊妹也没问题 你出去吧 谢谢老师 安全 哥哥 大宝哥哥 你要加油啊 大宝 把书包打开 我要检查 老师 我的书包里都是书 没什么可检查的 不行 为了找出熊猫王国的卧底 必须检查 哦 好吧 大宝 你的书包里怎么都是竹子 我 我 哼 看来熊猫王国的卧底就是你 不是的 这些竹子是用巧克力做的 都是我的零食 我吃给你看 不不不 真难吃 还说不是 我这就把你抓起来 老师 不要 什么 原来你们也是熊猫变的 我这就去告诉国王 老师 回来 这可怎么办 你们快跟我来 国王你看 他们都是熊猫王国的卧底 我们不是 爸爸 是我呀 我是小雪 你胡说 小雪怎么会是熊猫呢 因为我们太喜欢熊猫了 可是通话王国没有熊猫 所以我们才让小精灵 把我们变成熊猫的 他们说的没错 国王你看 精灵之力 我们终于恢复了 什么 原来是这样 看来 你们真的很喜欢熊猫呀 这样吧 我这就给熊猫王国的国王写信 邀请他们来童话王国做客 耶 大可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熊猫吗 想让熊猫去你们家做客吗 想的话 就在评论区发送666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